连线博通 总结瓦格纳事件 展望俄罗斯未来 大家好啊 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 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 真的很博通先生 也就是我经常说的 虎头虎脑的大胖小子 我们今天要总结一下 最近俄罗斯出现的 瓦格纳清军策事件 以及展望一下 未来几天的动向 以及俄罗斯的未来 好 你先说吧 因为我之前说了嘛 这个双黄论的话 肯定是不行的嘛 因为就说俄国人呢 咱们讲一个道理 对吧 他从他沙俄史开始 到现在他一直是 以这个强人自居的 就是你必须要强 对吧 底下人呢会服从你 跟从你 对吧 如果你不强 你还看到了 看破你这个手脚的话 那实际上这个是不行的 所以瓦格纳这个事的话呢 如果普京处理的 真的是特别好啊 那实际上呢 就是轻轻高高举起 轻轻放下 对吧 因为这个邵一谷是什么人呢 邵一谷是他执行这个军改 整个这个 就把这个 这个精兵检员呀 或者说整个俄军呢 现代化就搞这个 这个事的一个重臣 是吧 搞了十年了 大概好像是 对吧 所以他去收编 这个瓦格纳的时候呢 最好的结果呢 就是天恩 这个天威与禄 是吧 据是这个 而恩威与禄呢 据是天恩 所以呢 给你呢 便给你 不给你呢 便不给你 这个是最好的结果 对吧 那中一等的结果呢 实际上就是瓦格纳在这闹 闹完了之后呢 是什么呢 是外边的人都不知道 就是外边人看起来都是一片和谐 一片团结 外边都不知道 那圈里边的人呢 他们自己内部的人呢 都知道到底怎么回事 这是第二层 第三层呢 是外边人都知道了 都在闹 对吧 所有人都知道这个都在闹了 但是最后闹呢 闹出一个结果呢 哎 和平解决了 但现在出的这个结果呢 恰恰是最次的结果 对吧 这个直接就是出兵莫斯科 直接往莫斯科跑 跑到说前峰呢 说距离两百公里 那你直接上来就是出兵了 那这个等于就是 对于这个 这个俄国人 尤其他们的这个文化系统来说的话 这个是 等于是告诉了所有人 普京从此以后 他的这个威望 和他这个玉下的能力都非常畅 对吧 所以这个包括为什么我说啊 找这个卢卡申科 他是不行的 因为呢 你可以这么讲 对吧 这个如果说是亲兄弟解决问题 那就不能找外人 你找了堂兄弟 那就证明你在亲兄弟 这个这个家族内部 你解决不了 如果你找了表兄弟 就是说你甚至去找这个 这个这个外边的 什么哈萨克这些人的话 那就说明你在这个 这个堂兄弟这块都不行了 所以他等于是找的是这个 堂兄弟嘛 是吧 卢卡申科嘛 他看他内部 他找不来这个中介 帮他这个去平衡那个事 内部人都不管呢 都亮着他 对吧 他只能找这个堂兄弟 出来解决这个事情 实际上 他就是这件事 他就是告诉了所有的这个俄国人 对吧 那么这个 他其实玉下的能力已经消失了 那么但是呢 为什么现在呢 就说又又又这个平息了 看起来又没事了呢 因为接下来的话呢 就要进行大范围的赎买 这个赎买的话呢 指的就是 他底下这些人 对吧 这个仍然会效忠他 对吧 效忠肯定是没问题的 但效忠你 你就要投桃报李 给别人这个 与之对应的代价嘛 那与之对应的这个代价是什么呢 实际上就是要 给人家更多的好处 对吧 所以为什么邵一谷呢 就是说 就是说这个人非常重要 就是说他呢 执行的这个军改也好 或者他执行的这个 这个收编的这个计划也好 对吧 实际上他是要在战后呢 薛番对吧 对这个战事呢 进行一个平复 因为俄国人他没钱了 他没有这么多钱 用来这个收买这些人 是吧 杯酒士兵权 似的这么玩 他只能去 这个对他们进行 一定程度的吧 这个打压一下 然后呢 把这个钱呢 省下来 接下来的话呢 还得战后经济重建呢 恢复经济啊 这个他得做 但是如果他把这个钱 大乘一分 他没有钱了 对吧 后续的很多问题 他都改不了 而且这个军阀 一旦他成为这个山头之后的话呢 那整个后续的事呢 他都解决不了 所以就说 未来怎么看呢 就是说一定要看 烧衣谷这个人 如果烧衣谷没有动 那么说明呢 这个普京在内部呢 还能勉强呢 支撑住这个牌面 如果换人的话呢 看换什么人 要么呢 就是换了普京的人 但换上这个人呢 没办法预下 对吧 别人不服他 那这样呢 说白了呢 就已经是弱一层 但不管怎么样呢 还是普京的人呢 那就还好 如果换上了 是一个不是普京的人上来 那那个人主持这个大乘分金营 到时候的话呢 他会进行各种的赎买 赎买之后的话呢 这个等于这个 这个剩下的钱 国家发展的钱 就全没了 那一来呢 等人家这个山头呢 都起来之后 那么最后的这个戏板呢 就等这个普京 这个百年之后 就叫 他们就要闹上一场 所以说白了 就说 就为什么我说这个事 他不是双簧呢 你普京不能让这个事发生 因为这个事发生 他就标志着 你对俄国内部控制力的 这个消除 就你把台底下撕人 撕下咱们解决问题 你公开化了 而且你是强迫逼着我 去这个表态的 那这样一来的话呢 我怎么遇下 那我怎么对待别人呢 对吧 你手底也只有五万人 你五万人还都是这个 这个里也就好的人 好多没人吃空想的什么的 人家那个军头山头呢 那他没有多少人 对不对 那人家收买 他们怎么收买 掏多少钱 这个东西就是这么回事 你把台底的东西 弄到台上了 养了这一出丑事 对不对 那你这个 你怎么弄 对吧 好好好 这个事是这么看的 我对这个事是啥呢 首先你说这个俄罗斯 这个强人 必须得是一个 展示一个强人的一种 这种态势 这个东西呢 可以可以这么说 但是我更倾向于就是说 现实主义和这个自由主义外交之间的博弈啊 我更倾向于这种现实主义的外交博弈 现实主义外交博弈 他讲的不是说你这人多强 就是说你这人手腕都要狠 手腕都要狠之后呢 更关键的点是你能把事办到 俄罗斯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说给 在外人看呢 俄罗斯很多时候呢 办这个事呢 办得拖泥带水 你办得拖泥带水呢 你就 你就很容易让人猜测 你内部是不是有问题 尤其是就是说 现在俄罗斯就是说解决乌克兰这个事 你说乌克兰这事 你说他打得好吗 如果从一个就是说 从广义的角度 俄罗斯对抗北约 俄罗斯现在这个实力 能把北约扛成这个样子 他打得相当不错 但是呢外界就很多 很多普通人看这个问题呢 他特别喜欢什么呢 一吃爽 一下子把这事给你干了 把这事给你干了呢 一场叹唱淋漓的胜利 这个所谓的就是说强人 所谓的强人 所谓这个事办得好 那从一个现实主义的角度是什么呢 俄罗斯能不能维护住自己的基本盘 俄罗斯能不能维护住自己的势力 这个是关键 而现在这个瓦格纳这个事 我同意你的一点是什么呢 首先他不是双簧 双簧是肯定不可能 第二个呢 肯定又不是演戏 肯定就不是主动演戏 你说被动演戏 你说这普里格金这家伙 出来说啊 我要清军策怎么着的 你给了个机会 给了个机会 普京演一下 这是可以的 但是这肯定不是主动演戏 不是双簧 不是演戏 这我同意你 还有说呢 具体操作上 你说收编 这个事 有一种收编 你说啊 就是说恩威病举 这种收编 然后直接要让他给他纳过来 这是上策 这个我同意你 另外什么呢 说外边人都不知道 里边人知道怎么回事 里面闹得很厉害 没打出 没出 没出圈 这个我也同意你 这是这是 最不幸的 现在问题是什么呢 这个事毕竟他出来了 他出来了之后 就是说他出来了之后 给世界一个 就是说 你这个东西 你从俄罗斯 俄罗斯人怎么看这个问题 同时呢 你要看世界 怎么看这个问题 你要从这个国际关系的角度 比如美国 怎么看这个问题 你看 瓦格纳这边出了个事 瓦格纳出了个事 然后他们的军队 直接了让 往莫斯科开 这个东西 可有意思了 对吧 就这个东西 你看你怎么解决 现在就说 这个事能应不应该出来 我个人觉得呢 如果与其说 你能让他不出来 那肯定不出来 是好事 但是他毕竟出来了 毕竟出来了 这里面反映一个问题 就是瓦格纳集团 瓦格纳集团 在俄罗斯内部 其实是一个 非常奇葩的存在 他的情况是什么呢 你说他是雇佣军吗 他肯定 他是以个雇佣军行事的 你说他是 他是普里格金的私人武装吗 他又不是普里格金的私人武装 普里格金只不过是一个打工者 给谁打工 可以告诉你 给普京打工 你可以说给普京打工 或者给俄罗斯的军队打工 俄罗斯打工 怎么回事呢 因为俄罗斯的国力呢 毕竟弱了 而且他要到外面去做一些对外干涉呀 这个东西呢 不太好办 你以俄罗斯的名义呢 首先联合国安理会这份 肯定通过不了 但是呢 他会怎么办呢 他会把这些 就是说 以雇佣军的形式 以这种 就是说私营企业 就是以一种私营企业 国家赞助的这种 这种形式 给你制造一个灰色地带 然后给你绕开 然后他就可以 你就会看到 这个瓦格纳集团 无论是在 无论是在叙利亚 在非洲 还是乌克兰前线 他都尽到了自己的职责 他尽到了自己的职责之后 那这个事 他这个东西呢 就壮大了 他壮大了 他这个声望就上了 他声望上来了 他其实是打破了 俄罗斯内部原有 保持的这种力量 这种平衡 你说呢 他你可以说是各派的山头 你也可以说是各种势力 其实这种事 哪国家都有 无论是美国 你看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 榜内有党内的势力 两党有两党的势力 在两党之上有国家的势力 这是美国这边有 俄罗斯也有这个问题 就是说现在 当你这个平衡被打破了之后 你瓦格纳集团怎么办 瓦格纳集团 现在是俄罗斯策略是什么呢 他想收编瓦格纳集团 把瓦格纳集团 那彻底的给那什么 给那个就是说 你可以说他是销班也好啊 彻底的给纳入到编制体系 以内也好 怎么这都行 这个里边肯定有没有 有没有讨价还价 肯定有讨价还价 有没有分赃不均 肯定有分赃不均 有没有那些烂之八道事 他现在跳出来了 那我们就要看 他跳出来了之后 普京怎么解决的 如果普京能雷厉风行 雷厉风行的 然后呢快速的平稳的 加上这什么不流血的 能给他解决掉 那在国际场合 那这个就说明 普京这个人呢 干的还挺麻利 如果你把这个事解决了 然后呢 你这个军队 跟这个瓦格纳军队干起来了 干起来了之后 然后呢又造成了流血伤亡啊 尤其这种大规模的平民伤亡呢 那情况就不好了 我之前说过 如果一旦造成了平民伤亡 你别忘了现在是什么 现在是影像的世界 这个影像的世界传到西方 当他传到西方之后 西方就用他的媒体 大规模的向俄罗斯灌输 俄罗斯出现了问题 俄罗斯年轻人 俄罗斯年轻人 他们怎么看这个事 当他们看到这个事啊 国家打了内战了 国家打了内战了 然后对这个 现在的无论是 特别军事行动也好 或者对这个当一个现代政府 失去信心了 好不容易笼络起来民心 现在又炸了 你说你这个怎么办 就普京这些东西需要权衡的 你别忘了 你说普京派系的人 不是普京派系的人 我现在跟你说说 俄罗斯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俄罗斯普京可以说是有一派人 对不对 俄罗斯这一派人可以说 我们可以管这个温和派吧 可以管这个温和派 中间派这种东西 要统一俄罗斯党这些人 你别忘了 俄罗斯还有自由派 俄罗斯自由派 比如说 纳瓦尼这些人 纳瓦尼这些人 其实在2021年的时候 玩的那出戏 俄罗斯自由派大游行 这出戏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俄罗斯远东有一个城市 叫哈布洛斯科 中文叫伯利 这个哈布洛斯科在30万人 2021年那场大游行 应该是在3月份的时候 竟然有15万人参加 也就是说 纳瓦尼在俄罗斯影响力非常大的 你别忘了纳瓦尼之外 还有黄俄和金苏的人 黄俄和金苏的人 比如说咱们斯特列科夫 斯特列科夫 现在影响力下来了 但是他那股势力还在呢 瓦格纳这一次 比如说普里格金 他的诉求 他的诉求 比如说里边开始 清军策 后来又换了 换了说 换政府这么着的 其实他这个东西想干什么 他认为 普京在乌克兰战场上 太仁慈了 他认为俄罗斯应该 这种我们管的叫 我们管的叫总动员 总动员然后暴吹乌克兰 他想干这种事 也就是说 俄罗斯现在内部是 古京这块好不容易 把民心拢落起来了 但是如果一旦出现 什么变动的话 那其他这几派 如果上了 还有地方 地方派系 我可以告诉你 就比如说那个谁 比如说这个 这个小卡罗夫 小卡罗夫手下 大概有七八万军队 这种事 这种事的一个正常国家 是不应该出现 但是他现在有这种事 有这种事 你出来了这个瓦格纳 这个清军策这个事 瓦格纳清军策这个事 你觉得它是什么 在我眼里 其实就是一个 非常简单的 人民内部矛盾 这个人民内部矛盾 你怎么解决 你是不是用一种 铁腕的 他们向莫斯科进军了 向莫斯科进军了 然后我打他 我打他 然后我打他 打得稀不赖 还是普京现在做的做法 普京现在做的做法 我认为 首先快速的 不到24个小时 把这事干了 第二件事是什么呢 它没有造成流泻 尤其是在罗斯托夫 这样的大城市 和沿着 沿着莫斯科前线 没有造成 大规模的流泻事件 就是说 就是平民伤亡 他没有造成平民伤亡 第三个是什么 卢卡申科 卢卡申科 其实是一个盘外招 这个盘外招 他要干什么 他用卢卡申科 跟这个普里格金的 私人关系 然后呢 把这个事给解决了 把这个解决了之后呢 他没有打破俄罗斯 就进一步打破 俄罗斯原有的那种平衡 也就是什么 你觉得 卢卡申科 是小弟帮大哥 其实不是的 在他们那个圈子里 在俄罗斯这个文化里 就是朋友之间相互帮忙 你说表兄弟 表兄弟亲兄弟 其实他们就是亲兄弟 他们就是亲兄弟 俄罗斯和白俄罗斯 为什么叫白俄罗斯 白俄罗斯 我是最纯种的毛子 明白啥意思吗 就这个 乌克兰是什么 乌克兰就叫小俄罗斯 他这个东西就是说 俄罗斯其实不太 就是说苏联解体了之后 俄罗斯不太知道 怎么跟这个白俄罗斯 跟乌克兰怎么相处了 他有一段磨合 你看白俄罗斯现在 之前他也是搞这种平衡外交 人现在人也明白了 两年前 卢卡申科 但卢老爹 差点将西方言证革命给废了 普京帮了他一把 这一次 普京这边出了点事 大哥兄弟能不能帮个忙 帮个忙过来帮个忙 结束了嘛 这个东西就结束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 普京办的事 如果你要是说 你要是衡量 这两个事 没出现 没出现这个事 出现了这个事 哪个好 我还是不想 我还是说不想出现这个事 但这个事一旦出现了 你怎么办 那我们看到了普京 快速的把这事解决 没有进行流血冲突 同时呢 避免了内部派系的进步分裂 你可别忘了 这个在乌克兰这边还打着仗呢 乌克兰这边还打着仗呢 西方为这个事还虎视眈眈呢 西方现在聊什么话题 一方面聊的话题是 普京失去了对国家的控制 内部的派系马上要起来了 这是西方第一个话题 西方第二个话题是 俄罗斯如果面临内战 他的核武器由谁来保管 这个东西是他要重新做牌的 而且这个东西相当恶心 你说俄罗斯作为一个核大国 他的核武器失去了控制 谁能哪怕有一点机会 去控制他的核武器 无论两个超级大国没别人 那这个是俄罗斯需要避免的 你别到时候给我来个超级大国干涉 我成苏伊斯允和了这是 闹着玩呢 所以普京要顾忌的不仅有国内 普京要顾忌的不仅有民心 普京要顾忌的不仅有自己的军队 和自己军队之间的关系 普京还要顾忌的是国际观瞻 这几点我个人认为 他在处理这个事之后 他这几点他都照顾到了 而且照顾的相当完美 这是我的看法 首先你说这一切 他只要有一个前提 这一切都是成立的 那就是他们虎聚龙潭 是吧 守住那个地方 那地方叫什么来着 就是他站在地上 他不动 那这个东西 你说的这些都成立 对吧 但现在为什么我说你不成立呢 你看啊 俄罗斯的普京上来的时候 不管他在车臣的攻击当中 还是对他这些人质事件当中 他其实都是以很辣著称的 是吧 他当初那个那个 是吧 那剧院人之事件什么的 他都是流了血的 而且流的都是自己血 直接冲进去 对吧 普京的一个名言嘛 对不对 这个 这个好像他怎么说 他说发现恐怖分子 就在厕所里溺死他 或者怎么样 说这个原不原谅他是上帝的事 我把他送 先去送上帝 对吧 这是他的名言 俄罗斯人这个民族他是尊重强者的 他是跟随强者的 这就是为什么叶卡吉林娜他是个女的 他仍然能够成立一个大帝的原因 就是这么说啊 如果是虎聚龙台 是吧 不出动 不出来 那么你讲这个东西肯定没有问题 咱们谈不流血的方式就完了 人家直奔着你经济 直奔着你首都就冲过来了 对吧 这个时候的话呢 你只有评判 对不对 你评判了 你让别人明白 是吧 这个东西我给你 你能拿 我不给你 你不能拿 那接下来的话 大家就会觉得这个 这个俄国人呢 就是还行 俄国人还OK 对吧 这个普京还OK 这里边还能玩 但是现在是人家如入无人之境 你底下人都不管 对吧 那底下都没人帮你 没人救你 那其实上 你已经不是一个强者了 就跟这个狮子王是一样的 狮子 狮群里边 一个狮子出来逗你 那狮子王呢 就上去 必须把他咬死 对吧 见血 没有所谓 为什么 见了血 底下人才能服你 对吧 这个是这个丛林游戏的这个玩法 这狼群也是这样 说这个 这狮子群也是这样 你上去就咬 对吧 上去咬死他 你还是狮王 你还是狼王 对不对 你上去不敢咬 最后人家直喷你就来了 你号令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狮群拱卫你 狮群没人理你 最后你跟人谈 是 最后这个结局 是这个 劳普走了 对吧 没问题 是吧 你还把他这个力给卸掉了 但是以后这个狮群里到底是狮王说话算了 还是谁说话算 这就不好说了 你的这个文化系统 你的这个 这个整个的这些人 你的这个基因 玩的就是这个狮群的这个游戏 对吧 就跟我一直讲 就说俄国内部 他真正的核心的矛盾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实际上就从这个亚历山大二世开始 为什么 因为他那个时代的时候 他搞这个改革 解放农奴制 对吧 他为什么要解放这个农奴制 因为当时的欧洲 其实已经风起云涌了 已经开始搞工业化 搞这个工人运动了 对不对 这个美国 英国 法国 德国 德国和意大利 都是1861年的时候 都就完成了嘛 几乎欧洲的这个整合 都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高潮期了 这个时候 沙俄还是农奴呢 但是农奴制呢 他有一个好处 贵族呢 拱卫在军权神兽之下 对吧 但是坏处就是呢 都是谁谁也不动 都是那个封地主 没人动 对吧 这个国家死气沉沉 木气沉沉 所以没有办法 怎么办就得改 一改改农奴制 改过工业化 改过工业发展 这就是他们的方向 但这个方向一改 贵族和君主之间的 这种军权神兽的联盟 就没有了 所以这也就是 为什么从亚历山到二世 包括他自己 好像应该是被刺杀 就刺杀死了 对吧 从那个时代 从这个 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 是吧 为什么沙俄这个革命就爆发了 就是因为贵族之间的博弈 和贵族之间的争斗 从那一刻就全面的失衡了 那么比拼的就是谁有控制力 谁强 谁狠 只不过苏联那个时代呢 他利用共产主义的这套框架 玩了一套官僚的方式 看起来好像这个东西没有了 那实际上到 这个伯雷人涅夫时代的时候 这东西就右头全回来了 对吧 普京他之所以能上台 就是因为他够狠够硬 他用了一群官僚 去把那些搞私有化 那些都打掉了 然后他扶持这些 这些官僚 这些体系人 拱卫的他身边 这些人也拱卫着他 他在过去 他就是这个狮子王 谁狠 谁敢跟我资牙 谁敢跟我狠 我就灭谁 我就搞死谁 对吧 那这个东西呢 能服众 这是他过去 他能够长期执政 维持他自己权力的这个本质 今天狮王老了 要谈后续的这个问题了 对吧 你底下年轻的这个人 而且你要知道 这个老普 是他自己豢养出来的 这个为他搞黑活的 帮他处理很多问题 搞灰色这个问题的 这个亲兵 这是他的亲位 他亲兵亲位 都上来反他 然后他召集这些人 底下人没人管 那这个对于俄国人来说 因为俄国人 他在他的文化系统里 他们都看得很明白 就是老狮王不行了 那么底下所有人 全能有动作 而且这个事 为什么我说 搞得非常非常糟糕呢 他就在这 就说 就是接下来 就是只要啊 我有兵 我上来我就闹 闹了之后呢 这老狮王呢 就跟我妥协 妥协了呢 我闹成了呢 我闹大了呢 我没事 我越不敢闹 就是这么讲 他这个事最恶劣的事 就是接下来 你不敢闹 你就死路一条 对吧 喝点福的家 二楼给你遮一下 你敢闹 是吧 带兵秦王上就干 你反而 这个什么事没有 对吧 这个是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你要说谈到这个 瓦格纳的这个军改的话 接下来就是两点 你就看这两点就行了 就怎么改 如果是瓦格纳成建制的 进入到俄军的战斗序列里 那么说明这支亲兵 还是能由这个普京来控制的 如果是分散部署 对吧 那等于老狮王连自己 最后这点亲兵都让人拿走了 都让人分拆了 对吧 整个这个战争 你看得很清楚 最后为什么是 这个老普上去了 把这个前线巴克木特打下来了 等于别人上岸的 都一踢一动 一踢一动 不踢不动 对吧 让谁上岸打 谁都打不动 最后我们普京急了 让自己的私兵上去了 自己私兵上去 打完之后 打下来了 对吧 那接来的事呢 就该到了什么了呢 就该到了杯酒士兵权 对吧 给老普一个 为什么我跟你说 这个事是非常麻烦呢 就是普京应该是打压老普 他让老普呢 这个特别惨 就起码得的位置啊 就功劳和这个地位不匹配 特别惨了之后的话呢 他要收拾他底下这些人 他用少医谷去收这些人 完了用少医谷去去搞他底下这些军头 让他们最后都听话 就那意思 你看我天子 我养的这个亲兵 亲兵都是这个结果 对不对 有功劳 但是分不着这个金银 你们也别想分金银 然后呢 国家呢 攒下来这点钱 接下来呢 去搞这个改革 去搞这个经济建设 这个战后秩序恢复 这东西接下来就能搞 等于他自己的亲兵 就跟这个自己就闹 非要拿这个东西 完了别人全都不管 让所有 让内部去勾兑 或者内部去玩的事 全部公开化 而且强迫你交出这个钱 交出这个东西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接下来怎么搞啊 接下来谁还能处置 处置不了了 所以我没说嘛 就是我在这个事 没发生之前 就说我就说了嘛 就说普京最后的结果 就是进行大量的赎买 他底下这些人都忠于他 但是呢 接下来你就看 是吧 未来的这个俄国呢 就是这个山头林立 为什么 因为从文化系统 从他游戏规则来看 是吧 他没有一个团结内部的 这个机制 他只能靠他的个人微信 和个人微望 俄国人 从亚历山大20之后 一直就是这个结果 他没有一个 更加的这个稳定的东西 他只能靠这个 那现在他自己的 微望没有了 接下来你就看他怎么分 你就看那个 你就盯着那个就行了 好了好了好了 这个博通啊 我想问你几个问题啊 我想问你几个问题 我想有几个问题 我想跟你单独探讨一下 就是说咱们可以做一个 就问答式的 就是说我问一个问题 你简单回答一下 首先呢 你说到了这个强者 有些东西我不太明白 我的观众也不太明白 你怎么划分 怎么衡量这个强者 这个强者呢 是做事的时候 他方法很 还是他能把问题解决 就是说你取决一个强者 你认为就是说 你认为俄罗斯人 所认为的 他们心中的强者 是方法很 还是能把问题解决 还是解决问题 同时方法很 还是解决的问题 就是说咱能解决问题就行 无论什么招都可以 你是怀州政策也好啊 你是在这个情况 你用这个招 在另外一个情况 用其他招 你只能把问题解决了就可以 你我现在需要你 给我们澄清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衡量这个强者 你的评判方法 就是说你认为俄罗斯人 评判方法 他是怎么一回事 就是说 评判方法是什么 就是从通过方法 就是手段的角度 显示他强 还是解决问题 结果这块 他这个显示的强 还是权衡各方的关系 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首先这个强者呢 是这样的 在这个世界上啊 其实没有一个人 能真正做到 所谓的这个独裁 能决定 就是一个人搞定一切 他都是要和底下 进行分配利益 和分配关系的 真正的强者 是把握着分配权 和分配能力的这个人 就是你可以多分 这个没有问题 我说你办了事了 你下了力去了 你多分 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多分 是由我给你的 你才能拿 我不给你 你不能拿 为什么 我分不分你 因为这里边 不是只有你一个人 对吧 你出了力 你办了事 多分你没有问题 他少分点也没有问题 但这个分与不分 是要我来把握 对吧 就跟我说的 雷霆雨露 据是天恩 君教臣死 臣不得不死 父要子亡 子不得不亡 就是说 你在你的这个文化系统里 你俄国人 没有一个 说好像咱们这个 能够稳定 或者怎么样 大家都是争权 争权 什么叫强人 强人是可以 和别人分享利益 但不能分享 分配权的人 所以如果你从 这个标准来看 好像普京 把这个事办完了 但是他的分配权 已经旁落 就跟怎么说的呢 就跟这个皇帝 是一样的 对吧 你看古代的这个皇帝 对不对 你就这个李唐的这个皇帝 也是一样的 就你也老说 对吧 李唐的皇帝到后期 到底是节度使听他的 还是他听节度使的 他听节度使的 那他就是一个弱者了 不管他怎么分 表现的怎么强势 大家都不会服他 节度使听他的 他怎么分给这些人 都没有问题 这个就是 这个权力争斗的核心 就是 你拿好处 拿大头都可以 但是分给你 必须让所有人 就咱私底下怎么勾兑 我也这都无所谓 但是台面上必须按程序 按分配关系 给你是我给你 授予你的 这个叫强 那如果说最后 我是撑着一个强人的台面 但最后其实所有人都知道 其实我已经被货只能给你了 就跟这谁一样的 我老说那话嘛 李承良 李承良愿意给诺尔哈赤东西的时候 这个时候李承良是个强者 等反过来 李承良需要赎买地位 给这个诺尔哈赤的时候 李承良就不是强者 那他就得听定于诺尔哈赤了 等诺尔哈赤 等到机位 等李承良一死 诺尔哈赤马上发难了 对吧 就这个意思 好好好 那我来回答这个问题 我认为所谓的强者 你说的这个分配权 这个问题 就是说 我可以分配 我可以分配利益 但是我不能让渡分配权 你可以说 这个可以说是一个评判标准之一 但是我个人觉得是啥呢 你有分配权也好 你可以分配利益也好 但最终呢 你得达到你的政治目的 在一个现实主义的 这个国际政治这个圈里边呢 我们讲的是什么呢 一个国家的利益最大化 你可以实现成为一个强者 成为一个你所谓的强者 但是当你的国家利益受到了损失 当你的国家利益 得不到满足的时候 你再作为一个强者 你也是不行的 关键这里面的问题是啥呢 你刚才说到的 虎聚龙牌 虎经做事之前呢 都是那种手腕狠的那种角色 但是你得别忘了 他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第二次车臣战争 第二次车臣战争 他所面临的是地方叛乱 他所面临这个地方叛乱 是以地方以国别叛乱 就比如说车臣说 我要独立 我要独立 我成为一个什么呢 我成为一个主权国家 但是俄罗斯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呢 说我不允许你车臣独立 我不允许你车臣独立 你现在说要独立的话 那我要干你 那这个东西呢 就等于说什么呢 我要什么呢 我铲除我内部的这种 叛乱的这种敌人 这个呢 他用的手腕狠 这是这个 咱可以说这个东西 他必须要做的 另外两个事呢 一个是剧院的这个恐怖袭击 和另外一个东西 叫别斯兰事件 这两个呢 都造成了平民的一定伤亡 这个东西 无论是剧院 还是别斯兰这个事 咱这么说啊 最开始的时候 俄罗斯不是没有尝试 通过和平的手段 把这事解决 但是呢 他毕竟解决不了 解决不了呢 然后这个剧院这边 马上要撕票了 别斯兰这块呢 也是一样的 怎么办 那必须得强制突入 强制突入 他们所认为的是什么呢 这些恐怖分子 所针对的是谁 针对的是国家 针对的是国家 against the state against the institution 针对国家 针对的是系统 当我这里边 有一些恐怖分子 针对我的国家 针对我的系统的时候 像美国 针对就是911这个事儿 那你怎么 怎么去处理这些问题 你处理这些问题 那你一定 用一种司法的手段 用一种司法的手段 一种强硬的手段 是这个 但是瓦格纳这一次呢 他不是说所谓的 我们常理当中的那种判断 他不是这个 瓦格纳这个东西 有点像啥呢 我跟你这么说 有点像 不知道 不知道就是说 比如说 比如说那个谁 就是之前在中国呀 我记得 这地方上 有些人有什么事 有什么事呢 哎 我要那什么 我要表达我的诉求 我上访 这个 这个瓦格纳呢 很像他是一个 武装上访的 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东西 他属于啥呢 他属于一个 人民内部矛盾 他主要是一个 人民内部矛盾 你要是一个 人民内部矛盾的话 或者军队内部矛盾的 情况下呢 你处理的方法 肯定是不一样的 而且呢 瓦格纳你别忘了 瓦格纳你别忘了 他这个情况是什么呢 他情况是 他想要求的 只不过就是说 我那点东西 你给我 或者呢 他要求的是什么呢 他要求的就是说 他要求就是说 哎 我有一些诉求 这个东西就是 武装上访 搞点行为艺术 这个东西是这个 其实你说 瓦格纳叛国吗 瓦格纳根本没有叛国 你说瓦格纳 你说他真是 他打的旗号 全是爱国的旗号 打的旗号 全是说 为俄罗斯好的旗号 这个东西就是 他的内部 是这么一回事 那你说 为什么 普京 要采取这种 怀柔政策呢 我之前说过 俄罗斯 他现在 就是现在这种政治 现在这种政治 外边打着仗了 俄罗斯 乌克兰 这个事打着仗了 内部 比如像 纳巴尔尼这样子 纳巴尔尼现在 虽然给管制起来了 但是他背后的 那股力量 自由派那个力量 也在那虎视眈眈的盯着呢 他盯着什么 盯着这普京失败 然后到时候 他取而代之 你想怎么着 你想怎么着 他内部有这样的事情 然后西方这边 也在蠢蠢欲动 西方这种 这种 这种全天候 24小时 这种反面这种宣传 你说你怎么办 大家都在看着你失败 大家都在看着你 看着你哈啸笑 你必须得采用一种 就是说 既能服众 然后呢 不能让西方抓住把柄 也就是说 普京面临的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出了之后 这个问题出了之后 哪怕 它是一个内部上访的 这么一个事 哪怕是一个 内部的人民内部矛盾 也会被西方 也会被世界 解读为 你内部出了问题 你内部出了问题 你有派系斗争 然后按着派系斗争 这么来 所以呢 这个里边 它是有一个利益优先级的 这个利益优先级 首先是 我要照顾俄乌战争 俄乌战争 这个利益优先级 第二个利益优先级 是内部的平衡 这是第二个优先级 第三个优先级 是瓦格纳集团 我怎么解决掉 妥杀安治瓦格纳集团 第四个才是普里格金的 而且普里格金 在发动这个转 一边往莫斯科这边冲 他就 你说他就几百人 或者你就说他几千人 莫斯科一个 八百万人口的城市 八百万人口的城市 他到莫斯科想干嘛呀 他到莫斯科想干掉普京 他想干嘛呀 他想静坐 在红场静坐 他干嘛呀 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他占领了 罗斯托夫之后 我们也知道 在第一时间 普京讲话了 普京讲话了 说这个事是什么 说这个事是武装叛乱 他为什么说 这个事武装叛乱 他说这个事武装叛乱 是什么 他针对的是谁 他针对的是 瓦格纳集团里边有一些人 有一些人参加了 这场活动 参加这场活动 说定这儿了 这是武装叛乱 武装叛乱行了 那我解决了 据说是什么呢 昏莫斯科这帮人 一听说是武装叛乱 几千人马上变成几百人了 那这就是起到效果了嘛 然后你要看到 他说了这个武装叛乱了之后 然后俄罗斯开始站队 首先代表国会的 就是他的杜马 这里边 这个谁 这个梅德维杰夫说 我们要站在普京的周围 然后代表东正教的 大牧手希里尔 我不知道你对这个 你对这个东正教 俄罗斯这个东正教 在社会有多大的影响 代表希里尔 代表东正教的 他说他们要那什么 要支持普京 然后俄罗斯自由民主党 俄罗斯自由民主党 俄罗斯共产党 这两个反对党 说我们要支持普京 然后底下的各 比如说库尔斯克州 比如说这个沃罗尼日 比如说这个 周围的这几个州 前沿的这几个州 他说他这个州长说 我们要站在普京周围 前线的部队说 我们要站在普京周围 我们看到啥 大家都在站队 大家都在站队的时候 那过为这个谁 作为这个 这个 这什么 普里格金 他这个时候呢 已经失去了资源 他已经失去了资源 他已经成为一个废人 然后我们看到什么 小卡罗夫说了 我和俄罗斯的这个武装部队 正在向罗斯托夫靠近 正在向罗斯托夫靠近 而且呢 这回 普京从前线 也各自调出了一些军队 来那什么 来这个监视 这个瓦格纳 往这个哪 往莫斯科这边 现在已经陆续这个消息 已经暴露出来了 也就是说 不是说普京没打 不是说普京不想打 不是说普京没有能力打 而是说他在尽可能的避免伤亡 也就是说他在答应这个 这个谁 普里格金 被流放到白盗洛斯之前 普里格金已经是一个死人了 听候普京的发落 当普里格金这条命 攥在普京手里的时候 普京感觉到什么 普京说了 好 我放那条胜路 为什么放他一条胜路 放他一条胜路 说明什么 这是给军队看的 你有军功 你有军功 是 你跟我有点小摩擦 是 你有点这种事影响很坏 但是我谅你之前 你给国家做的事 谅你之前 你给那个什么 你给这个 你给俄罗斯做的事 好 今天这个事 咱就既往不咎 咱今天这个事既往不咎 这一下子给瓦格纳 就说 这个架子我个人预测上 他在招想瓦格纳的时候 他在整编瓦格纳的时候 这个东西会起到作用 这个起到了作用 会对俄罗斯今后 在乌克兰战场上 作战的这个东西 能形成一种同仇敌开的效应 这个就是说普京在做的事 普京在做的事 不是说普京在出现了清军策之后 他签的是城下之盟 不是他签的城下之盟 他在把这个 普里格金 彻底攥在手里之后 彻底的就是说 我可以拿捏你了 我可以捏了你的时候 我没有采取这种强硬的手段 我没有采取这种 流血牺牲的手段 可见这个普京的格局 想的是更大的格局 他维护的是俄罗斯的利益 你只要能维护俄罗斯的利益 你只要能维护国家的利益 不让国家受损失 那你才是真正的强人 你不要忘了 俄罗斯近30年发生了什么事 你觉得叶利庆他是强人吗 叶利庆把苏联推翻了之后 把苏联解体了之后 你看俄罗斯发生了什么事 俄罗斯发生了什么事 俄罗斯需要的是什么 需要的是一个人可以维护他的利益 一个人可以就是说 不能就是说 你因为内部的事 你因为内部的事 你非得要评判 非得要展现你的这种 展现你的这种手腕的时候 你造成了平民的伤亡 你造成平民的伤亡 给西方这些反面的宣传 提供了把柄 然后国内出现了自由派这种混乱 然后到时候你俄乌战争 你打不下去了 然后再出现这种事 再出现1991年这种事 那这个事可就不好办了 明白啥意思吧 就是说俄罗斯 普京作为俄罗斯的总统 他作为俄罗斯的公民 他在用这种 就是说不应该出现这种事的时候 他在这种关键的时刻 他解决了这个问题 而且他体面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他非常平稳的 没有出现流泻牺牲的情况下 解决了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维护的是俄罗斯利益 这是他强人的所在 而不是说他这个方法 这是我的观点 首先你这个话呢 有两个点呢 只要一遍呢 这个游戏就完全不一样了 是吧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个呢 就是我经常讲那个话嘛 到底是先保王权 还是先保王朝 对吧 一个国家的文化 它到底在这个国家里起到什么作用 这个文化起到的是契约的这个作用 对吧 所以呢 历来都是先保王权 后保王朝 为什么 因为俄国没有像中国一样 是吧 高度统一的这个官僚系统 这种官僚体系的这个发展 以及说全新革命式的这种思想 对吧 那这个呢 不展开来讲 因为民权思想这个呢 展开来复杂了 简单来说 俄国现在所处的时代 和他所执行的真正的他的这个文化 是他的这个老文化 对吧 就像我说包税是一样的 包税早就取消了 对不对 对对 就跟这个种姓制度他也是一样的 种姓制度他也早就取消了 那为什么现在莫迪老千 他盖国会大厦 他还得找这个印度教的这些人 过来开光来呢 对吧 就包括这个东正教这个事也是一样的 就是 就说他的这个文化系统 他在这里边的人 他有一个他的文化共识 你的文化共识是国家必须要大一统 国家必须要高度统一 由一个完整的官僚体系来进行管理这个国家 对吧 这是你的文化系统 他的文化系统实际上在内部就是争夺控制权 争夺控制力 所以先保王权还是先保王朝 在他的文化系统里一定是先保王权 后保王朝 所以说白了就是 就是公司和公司的这个发展 是吧 公司股份哪个重要 一定是大家看的是公司股份落在谁的手里 而不是公司怎么样 对吧 公司衰败了 公司股份确保了 这个国家能够长期稳定持续 公司这个没有衰败 但公司股份偏移了 将来祸起萧强的 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这个后续的人 在普京的这个时代 大家不会去反普京 那是因为大家现在还没有准备好 就跟这个就跟这个慈禧是一样的 刺激到末年搞这个清末新政 对吧 大家没人去反他 包括到后来也没人去反他 但是大家在干嘛 大家在积攒能量 大家在积攒实力 等实力一到 能量一到 那个时候会引发一个混乱 这个混乱点是什么 就是普京去世的那一刻 普京一去世 他底下这些人把能量都攒好了 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祸起萧强 真正引发混乱的这个时刻 所以普京先保国家 后保这个自己的权柄 这个表面看起来他维护着这个国家的利益 但是实际上他的这个控制权的消失 他内部的这个人在内部的游戏玩法 他就不再按照这个游戏去玩了 就跟这个苏联是一样的 苏联真正的衰败 不是因为这个外部的这个攻击和洗脑 而是因为俄国的作乱 如果俄国人不作乱 那么苏联的 如果俄国的这个加盟国主体 强力的就支持在这个 这个戈巴交付身边的话 他底下的加盟国即便是作乱 他也是只能被分出去 但是整个苏联的这个体系不会崩塌 真正让苏联完蛋和真正让苏联崩塌的 是什么 是俄国的作乱 那俄国人为什么作乱 对吧 那就要抢到这个戈尔巴交付的改革 戈尔巴交付改革之后 是吧 开始了这个各个党派的这个选举 对吧 各种的这个这个都放开了 那这个时候大家就不再保着这个俄国的利益了 而不是 就苏联的利益 大家都是争夺这个利益 对吧 利益没争夺到位的时候 大家还能勉强 是吧 说一个好话都是一个好事 但是利益只要争夺一到位 马上就是发动政变 所以苏联真的衰败 是被俄国发动政变所衰败的 所以现在没有人会出来反这个普京 而且我也讲一个更简单的话 没有人支持这个老普 为什么 老普他是普京的亲兵 如果我去支持这个普京的亲兵作乱 为什么我不直接作乱 对吧 我还给自己找一爸爸干嘛 我直接作乱了就完了 我给自己找爸爸干嘛呢 我为什么要给自己嫁一个爸爸呢 对不对 我直接把 我自己作乱不就行了吗 老普手里不就两万多人 对吧 打到现在 最高的时候说五万多 死了差不多了 也就两万多 对吧 那那些老军头手里 谁不是交兵汉将啊 谁手里也没个几万人呢 我还认一个爸爸干嘛 我作乱不就完了吗 所以说白了就是 国家看起来稳住了 但是国家内部的争斗开始了 这就跟苏联最后 末年那个情况是一样的 知道吧 最后只是等 这个时机的到来 等普京 这个一去世 那么底下所有的人 就那一刻开始闹僵起来 那一刻才是俄国真正 二次解体也好 是吧 真正他设危机最深刻的那个问题 所以 我为什么讲 就说普京 他要是能够做得到这一点的话呢 他能把这个国家的力量留下来 交给他的后继者也好 或者后人也好 那个人拿了一个钱 拿了一个能量 他出来服众 然后他维持这个游戏 是吧 甚至将来跟中国选择购合 是吧 跟中国合作 是吧 任中国当大哥 然后他完了中国呢 会说哎呀太好了 是吧 我就支持这个人 对吧 中国关系力就迷奸 那个时候谁出来作乱 就评判谁 就打谁 那个时候就没有问题 现在的问题是 你怎么找这个人 怎么交 他交给的人 底下人不会服 底下人的这个争也好 斗也好 是吧 就怎么样 就那什么 那中国呢 就不能直接介入到 这个游戏里了 那就只能怎么样 只能就作弊上官了 对吧 那你之后你怎么样 自己内部 你是哪岁的事 所以普京处理这个问题 我为什么说他是失败呢 你把水下的事 变成水面之上 那么接下来的话 你的这个文化系统 不支持你的这个 家国天下 他最后的结局 一定是先保王权 后保王朝 你王权旁落到别人手里了 底下人就是 这个代价而忽了 就等待时机了 就跟那个东南互保是一样 这出戏跟东南互保 有什么区别 对吧 洋人长须植入 对不对 手底下的官僚 谁也都不动画 那这么说吧 当初这个 这个东南互保的时候 慈禧西桃的时候 有哪个出来站出来 他们公开反对慈禧了 全都支持慈禧 对不对 那问题是 最后的这个结局 是不是就东南互保呢 慈禧一死 留下来的人搞得定吗 搞不定人全都混乱了 而且咱讲的更直白一点 孙中山的革命并没有成功 实际上是袁世凯作乱了 对吧 袁世凯作乱之后逼这个轻轻退位 对吧 实际上是袁世凯内部 他们这个派系的人 他们做的 孙中山没有搞成功 那最后是袁世凯借着孙中山这个 这个事把自己给推起来 最后搞了这个事 所以历来 他这个文化 在这个社会当中最大的作用就是 他要有一个契约 对吧 你是雇着这个国家的发展 你是雇着这东西了 但你的文化系统 你就不支持你干这个事了 就跟美国是一样的 你美国人看起来都是那个民主自由 都是这个好事 那国会山事件一出 那不也都是直接那什么 那都是这样玩的 都是先保王权 后保王朝 你国家没有一个统一的管理体系 没有一个高校的 大一统的这个文化在这撑着你 对吧 谁敢出来作乱 大家就灭了谁 你没有这个思路 大家都是这个草头王 是吧 各占一个山头 你最大的那个狮子王躺地了 那开始要占山头了 要这个 要这个 这个跑马圈地了 你这个时候你看起来 你把这个事捂住了 我就这么说 接下来你就看那个军改嘛 你军改 他们说要必须要拿掉少衣骨 少衣骨如果被拿掉 换上一个别人的人 那就更糟 就是这个意思 我问 我再问第二个问题啊 就是说这个东西啊 我不知道你对这个东西 了解多少 我个人觉得 就是我现在要问你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你认为一个国家存在 他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说这个里面涉及到的一个东西 叫现实主义 就是政治现实主义 political realism 他这个政治现实主义 是这么说的 一个国家存在呢 目的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你无论实现什么东西 你都要本着这个来 就是说什么呢 他这个东西 是一个国家至上的一个东西 他不是说你所说的 什么保王朝啊 还是保王权 那这种选择 那种选择 我们可以说 他曾经在一段时间过 他很重要 他曾经在一段时间过 他这个东西 尤其是贵族统治 然后呢 广大这个人民 没有这种国家意识 或者这种公民意识 当出现这个问题之后 他才有这个东西 你当你国家出现了 就是现代公民意识 现代的国家意识 我们管叫nationalism 尤其是这种 这个civic nationalism 就国家公民意识 这些东西 出来了之后 当这个国家 变成了一个现代国家 这种我们管叫 复杂的这种综合体的时候 你所谓的保王朝和保王权 这个东西可能就不太成立了 所以这个里边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觉得一个国家存在的目的 到底是什么 你说你可以先保王朝 先保王权再保王朝的话 那一旦王朝不存在了 就是说一个国家不存在了 那么你作为 就是说你怎么去 给你支持你的人 或者你的这些公民 或者你这些选民 或者你的人民 你怎么给他一个奖断 这我们别忘了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处的是一个 现代的复杂的 这种现实主义社会当中 而不是所谓的 你这种 传统的历史决定论的 这种 任何时候都不变的 这种什么老乡生 老贵族这些种 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首先呢 这个问题特别的简单 现代议会制度 从本质上 就是不是为公民设计的 它从一开始 就是为了解决 贵族与贵族之间矛盾的 对吧 什么叫资本主义 对吧 资本主义就是贵族 变成资本贵族之后 从军权神兽的 这个套里解出来 然后贵族呢 去压制君主 然后这个玩这个玩法 但是呢 由于战争的这个绵密 是吧 大量的这个公民兵的出现 最后到了19世纪 而且十九世纪的话呢 西方人占据了大量的资源 那个时候社会资源增高 社会矛盾呢 出现了变化 所以出现了这个工人运动 对吧 然后呢 你看从十九世纪到二世纪的话呢 这个公民权释放的完成 对吧 普选权的这个这个拓展完成 那么以至于呢 这个苏联呢 和美国 他们在这个公民的这个 这个认知啊 或者理解不同 但是呢 他们不管怎么说 他们把这个社会啊 走向社会主义 公民社会主义 或者说国家平衡化 或者科学社会主义 这个方向上呢 他们确实在做 但是你也要明白一点 这段历史 不过只是200年的时间 和历史的5000年之间 比起来之间 它只是历史的一段 对吧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 不是拿这个历史宿命论来讲 而是说呢 是这200年 在300年之间的话呢 西方社会 或者说工业化 发达的这些国家呢 它进入到了一种高资源 是吧 高社会福利 这种这种幻境和假象之中 公民意识大量崛起 这些东西本质上都没有问题 但是这个问题的问题就在于 它能不能长期维持和持续 所以美国人千步好万步好 有一点 他对于整个的这个西方世界也好 或者说整个的这个这些欧洲这些文明 这些思潮也好 它有一个至关重要的东西 它就起码还维持这个所谓民主自由 这个民主自由在 这个整个的全球化在 那么整个的游戏呢 都可以维持 你说的那个东西呢 都能成立 但是接下来美国的衰败近在眼前 世界即将重回混沌 而一旦回到混沌的时候 各国之间的这个分配关系 就将重新划分 美国人搞的这个分配关系 对吧 所谓的这个这个新自由主义 它实际上是建立在这个 这个李家图的这个 这个叫怎么说的 这个比较优势之下了 对吧 讲求各个社会的社会分工 讲求各个国家的社会分工 大家是一个整体 大家不要去玩这个 所谓这个山头林立 对吧 一直讲这个东西 没有问题 但这个东西马上就要结束了 这个东西一结束 社会资源发展的停滞 和社会动荡的重来 而且以及各个社会的壁垒之间 马上就会起来 等这个东西一起来 所有的它的文化就要复兴 所以文化是什么 是这个社会运行的基础 说白了文化是什么东西 就是区分谁是我们 谁是他们 这个国家的存在的概念 它也是区分谁是我们 和谁是他们的 只有具有共同利益 和共同价值观的人 才能聚合成为我们 在这个历史当中的话 他们也有过分野 对吧 比如说用宗教 宗教的话呢 为什么把基督教变成国教 因为信仰一个基督教 信仰基督教的一神标准的人 大家能够成为兄弟 能成为一国之人 对吧 利用君权人寿 能完成这个分配 然后信仰现代国家化 是吧 这个公民运动的这个 这个文化是一个玩法 但是社会资源降低 社会提高的那个时候 各种这个传统文化 和传统思潮就一定会回来 说白了就是今天 在印度上演的事情 将来一定要在西方上演 为什么 社会资源低了 他们就要找一个共识 而什么共识 能让他们联合在一起 他们就会团结在什么共识之下 那么当社会资源不够的时候 当社会资源越来越聚集 而且你也看见了 对吧 未来是什么 是高资能化的时代 是这种资本进一步聚集的时代 在这种时代的时候 这个公民能量的下降 这也都是现实 所以在西方世界马上 这个老乡身份就要卷土重来了 也就是说 美国在 社会大发展在 社会红利在 公民运动还在 美国不在 社会运动结束 是把各个跑马圈地 这么说 跑马圈地的这些人 为什么要用这些老传统 去跑马圈地 因为只有用这些老传统 去跑马圈地 让人家那个游戏 才能维持 才能完成 他内部的交易和分配 所以不是说 我抱着老传统 在讲述这个东西 对吧 我十年前就写 新封建必然到来 为什么 什么叫新封建 说白了就是 这个社会资源的 分工的这个游戏 要结束了 一个新的分配的方案 和跑马圈地的方案的时代 即将到来 这个时代只要一到来 过去的老乡身 必须要 这个用老乡身的传统来玩 而你其他人 没有能力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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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要问你个问题 你所谓的老乡身 你所谓的老乡身 是一个什么群体 是什么团体 我那种不太明白 老乡身 这个老乡身呢 它是一个范指 或者说 它是一个讲述的方法 对吧 因为谈中国的 这个文化体系的话 这个老乡身 是比较容易理解的 对吧 就这么讲 过去的这个 就是 它是一个立群体 或者说 它是一个阶层 这个阶层 它有一个 它的 这个联盟 会有一个标准 和一个进入的方法 它不会阻止 薪生血液 和薪生力量 进入到这个游戏当中 但是这个游戏 这个阶层 这些人 必须按照这个游戏去玩 我不相信说 你在你这个国家 你说 就算你在欧洲国家 是吧 西方国家 你不明白说 你有这个阶层之间的差别 是吧 这个老乡身 你不理解 对吧 在美国有阶级隔离 在日本也有阶级隔离 这个阶级隔离之后的东西 好 你打住 你打住 好了 那好了 这个老乡身 这个东西 你是用中国民间 图语当中的老乡身 在西方的体系 我们管叫官僚体系 叫aristocracy aristocracy 是你所说的老乡身 这个东西呢 我可以就是说 我同意你这个东西 但是呢 这个东西 在公民时代 或者在人民时代 中国也是个现代化国家 现代化工业国家 西方呢 比如说 我们所谓的英国也好 法国也好 包括美国 德国和这个俄罗斯 俄罗斯不一定是个西方国家 你可以说的东方国家 西方国家 孟雷良可 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但是它是个工业化国家 中国也是个工业化国家 这个工业化国家 它在这种情况下 你所说的这个官僚体系 或者我们所说的这个官僚阶层 我们管叫aristocracy 就是你说的那个老乡身 它是存在的 但是它的存在 是不是等于说 它有之前 对比这个时间段 就比如说 它在处于浪漫主义时代也好 它或者说更早的 比如说文艺复兴也好 或者比如说中国的那个 清王朝或者明王朝时期 它这个强度到底是多少 我个人觉得是什么呢 就是说它这个强度呢 被现在这个工民时代也好 人民时代也好 现代化时代也好 工业化时代 它给它过滤掉了 它不是说之前 就是说 之前可以说 对一个事情 它十拿九稳的 现在呢 它必须得跟 其他的利益集团 或者其他的这种 我们管叫interest group 或者就是说 对某种事情 有一定诉求的这种 其他的东西进行博弈 包括共民团体 包括人民团体 所以说 你所说的老江深 这个东西呢 我同意 我同意 你这个东西 其实就是一个aristocracy 但是这个东西呢 它被现代社会 给那个什么了 给弱化了 回到俄罗斯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你觉得 普京自己做的事 是为自己在做 普京做这些事 是为了就是说 他所谓的政治集团在做 但是我个人呢 有不同的意见 普京做这个事 普京能上来 他是要为俄罗斯做事 他要是不为俄罗斯做事的话 那他的情况会很危急 为什么 因为现在俄罗斯人 想要的是什么 俄罗斯人想要的是 之前他这个国家的辉煌 俄罗斯人想要的是 当年帝俄时代 或者是当年苏联时代 这种我们管叫两强 两强有其一这种情况 而且现在俄罗斯 变成了个什么 现在俄罗斯 我这么跟你说 说句不好听的话 俄罗斯的未来 也就是一个充其量的地区超级大国 什么叫地区超级大国呢 我有核武器 我核武器很厉害 但是呢 他的实力影响范围也就在那块了 他再往外走 他走不了了 他恢复不到之前这个东西 俄罗斯人的盼望 是俄罗斯人 我重回之前的辉煌去 但是这是他们支持普京背后的东西 这是支持他们 普京背后的东西 这个是就是说 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工业化时代 所体现的东西 他不是说 你所谓的这个老乡生 老乡生控制的一切 老乡生还能十打九稳 像之前浪漫主义时代 或者前工业时代 不是这么回事 不是这么回事 但是那你就得证明一点 就是你说的这个西方的这个公民社会 或者怎么样 他能长期持续 但如果持续不了 他们就要找别的方法替代 就这么讲啊 就说 比如说啊 你看一个时代呢 有各种思潮 甚至的有保皇的 就甚至别说别人 在美国比如成立个国家 是吧 成立个国王 这都是有的 只不过他太微末了 对吧 就这种是吧 另一种呢 比如搞现在议会的 搞公民的 搞贵族的 就是一个社会里 他有各种思潮 各种思想 这个本身没有问题 但一个社会的主流 他到底选择什么 他一定要看这个选择 是为什么选择 对吧 当他社会资源高的时候 他可以选择你说的那个 当他社会资源低的时候 那他只能选择另一个东西 就为什么说 我说这老乡生 是吧 这些跟还乡团似的 他们一定会回来 为什么 因为你的社会资源 根本就不够撑 撑得住 你说的这个东西 那那个时候的话 这些老乡生也好 是吧 这些还乡团也好 他为什么 他一定要回来 因为他不回来 他分配不到 别人就把他这个东西拿走 所以你说 你等等 OKOKOK OK 打住打住 我这个东西 你的这个论点 我听了很多遍了 但是关键问题是什么呢 你对未来的预测是什么呢 这个东西 可以说你说的东西是合理的 你说的东西有道理 你说的是合理的 毕竟是多种形式当中的一种 你去说 美国未来社会资源 一定会低 社会资源一定会那什么 但是这个东西 但是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只是我们管 就是咱们俩可以同意的是什么呢 美国正在走向衰落 咱们同意的是这个 咱们同意的 咱们同意的 美国正在走向衰落 而我现在要问你一个问题 是美国走向的衰落 是绝对衰落 还是相对衰落 相对衰落 我告诉你是什么 相对衰落是 他针对中国的崛起 和中国的发展 以及中国的复兴 他的实力相对对比衰落了 什么叫绝对衰落呢 就是现在他这个东西 以后他达不到了 他一点点往下走 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首先这样的 这个为什么我敢说这个话呢 就是你现在 你这么讲 你说美国 你就说他哪怕是相对衰落了 他衰落了之后 谁能接过美国这感旗 如果有人能接 比如英国能接 德国能接 想怕俄国能接 谁能接过这感旗 你说的那个公民社会的这个发展 能够长期维持 没有问题 你说谁能接过这感旗 谁都接不过来 这是很现实的东西 对吧 你看他们的单独接 他们的这个GDP 他们的这个科技实力 对吧 就是这么回事了 而且中国的话呢 中国也不会走他们这条路 也不会去接他们的旗 中国要走属于自己的道路了 这个东西我都讲了很多了 包括民权的这个思维呢 我就不再再扩展讲了 对吧 因为今天主要讲西方啊 美国人 现在按照耶伦的这个说法来说的话 要包括媒体报纸来说的话 他要2029年 那如果按耶伦说法 就2033年吧 他欠到50万亿左右 那会儿的时候 这个人币国际化加速之后 他的这个债务就会爆炸 等这个债务一爆炸之后 他这个国家 他最好的结果 也就是落到了一个区域强权 退出了绝对的这个霸权之后 他就沦为一个北美的区域霸权 他在北美是怎么玩都可以 但世界这感旗 他就必然要放掉 而且这个世界到那一刻就会进入到各国的跑马圈体当中 对吧 这个东西呢 就是他最好的最好的结果 他再往下走的话 他就是国将故国 他内部的这些势力就要闹僵起来 到时候这个国家就拆个七分八素 再打再怎么内战 再怎么玩 那就是最不好的结果 对吧 所以现在对于美国来说 他能够完成这个软着陆 他最后能成为北美的区域强国 这对他就已经是最好的善终了 他如果连这个都维持不住的话 那就更加的糟糕 这也是为什么我跟你讲 中美一定要合作 是吧 只有合作 他最后才能走这条路 对吧 他才能这个善终 对不对 你美国衰败之后 这个没有人能再撑得过 这个西方自由主义 西方这个世界浪潮的时候 你这个公民思想马上就会退潮 那个时候转变的思想马上就会回来 而且鼓吹别的这个思想的人马上就起来 那个一起来之后的话 你这个思想你没有钱没有分 对吧 那马上这个游戏马上就变了 马上就回到原来 是怎么回事 是怎么回事 其实这个东西 你要是说美国相对衰落 或者美国以后说 沦为这个北美的这种 不管叫地区霸权也好 或者是地区强权也好 这点上咱们应该是同意的 但是我就是说 我有一个不同意的点是什么的 即便是沦为了地区霸权 他所谓的这个 你说他人民自由主义公民社会 这个东西 但是咱们在聊自由主义公民社会的时候 人家已经后现代了 兄弟 就咱们现在没聊这个后现代 后现代主义 对他这影响到底是什么 他这他操作方法 今天咱先不聊这个问题 咱再聊最后一个话题 就是俄罗斯的未来 你对俄罗斯的未来 就比如说你说的一个东西 叫这个俄罗斯 他这个亚龄市的发展 也就是说在远东这边 然后呢 他跟中国去建设 然后呢 慢慢的呢 远东地区的利益呢 或者远东地区的 我们管的叫 他这个 他这个经济比重呢 会逐渐的跟这个就是说 逐渐的就是相对式的 相对他俄罗斯的欧洲部分呢 他会提升 以至于什么呢 远东地区的重要性 会在俄罗斯未来的政治当中 有举度轻重的地位 这点呢 我是这么看的 这点我是这么看的 俄罗斯 你再从他的 无论是从东正教文化也好 他这个 他这个就是说 整个这个体系运转的话 俄罗斯无论从文化上 你说你现在看俄罗斯年轻人 俄罗斯年轻人 他们用的是脸书 用的是Instagram 用的是那什么 用的是这个TikTok 他们跟西方是非常非常 那个非常非常贴近的 他们很少去用B站 很少去用这个 用很少去用这个 中国中文版的抖音 我说的这个东西 他们很少用的这个 就是说 就是说跟中国叫小红书 这类的东西 他很少用这些东西 就是说文化上 他这个他的东西 是贴近欧洲的 这个是就是说 俄罗斯的重心 无论是他的经济 他的这个就是说 经济发展也好 他的就是说 未来的这个重心在这边 就是说无论是 他这个商业也好 他还是 像欧洲这边来说的 你说俄乌战争 对他有制裁 俄乌战争 对他这个东西有限制 我个人觉得呢 这个限制只是个战时的 这个限制只是个战时的 当俄乌战争结束了之后 会有一段时间 可能有一段隔阂 但是呢 哪怕欧洲人他再傻 哪怕欧洲人他再执着 再在这个后现代自由主义 这块再往前裸奔 他最后也会不相情愿的 跟俄罗斯那什么 跟俄罗斯去做生意 但是呢 有一点我可以同意你的 是什么呢 俄罗斯远东 如果他想发展的话 他必须依靠资金 而且这些年我们看到的 俄罗斯远东的情况是什么 是正好他没有资金去发展 然后他拒绝外来资金 首先他拒绝的地方就是中国 他就是拒绝中国 因为他害怕中国资金过来了 对他这个远东地区的渗透呢 然后整个这个过程呢 对他这块有威胁 但是现在已经到了 万不得已的时候了 现在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 你到时候你想发展 你怎么办 如果你想发展 你想得到就是说 过好日子 整个这个东西 你必须得依靠中国 你必须得依靠中国的资金 就会过来 就是说现在已经到了 就是说必须做出选择的时候 你就说哪怕他做出选择了 他做出选择了 他最后形成的结果是什么呢 中国到那边去开矿 中国那边去搞基建 中国到那边去整这些 他所就是说 配跟中国市场配套的东西 最后会形成一个什么东西呢 俄罗斯的西部地区 会更依赖欧洲市场 俄罗斯的东部地区呢 会更依赖中国市场 最后就形成这么一个结局 形成这么一个结局 是不是就是说 这个东西能左右 就是说俄罗斯未来的政治走向 那这个东西我们得看 我们不能说 现在在随便猜 然后到时候成亚铃了 这边成为啥 一边懒子去 没这回事 但是他这个分工就不一样了 比如说俄罗斯的一部分分工 他是分工到了这个欧洲部分 另外一部分呢 是分工到了亚洲这边 所以俄罗斯这个时候 你说他是亚铃也好 你说到时候 他在分工上形成了 一个双头鹰的局面 其实如果在未来的 这种全球多极化 或者是全球这种多元社会 全球这种多元社会 各个区域之间 有各个区域之间的不同的时候 俄罗斯这种情况 未必是个坏事 你怎么认为 首先过去呢 这个世界啊 不管从起点从哪走 最后有三个终点 一个是美国 一个是欧洲 一个是日韩 对吧 因为只有美日 美日韩加上欧洲 这三个地方的人呢 有购买力 别的人呢 要么原材料 要么给人做加工 对吧 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 欧洲人是欧亚大陆的终点 不管是从俄国走啊 从中东走啊 还是从非洲绕啊 他最后的终点一定是去欧洲 这个本身没有任何问题 对吧 这个呢 是过去这个全球化时代的这个玩法 但是未来全球化时代的玩法 不是这个玩法 将来的时代呢 对于 就这一次 你看欧洲人 为什么那么决绝的 非要拒绝俄国这个能源 对吧 因为我跟你讲过 未来的时代 一定是跑马圈地 这个跑马圈地的话 欧洲人跑马圈地 将来是圈地中海 因为地中海文化的话呢 实际上他从几千年来 他一直都在玩这个文化 所以欧洲人和阿拉伯人 他们也不是那么非得死敌 他们玩不了 他们在某种情况下 他跟非洲人 甚至他们都能合作 他们都能玩 也就是说 你可以这么理解 过去呢 俄国呢 在中间呢 是一个所谓中间商 对吧 他跟欧洲人合作 他在欧洲这个游戏圈子里玩 大家也带着他玩 跟他玩 是吧 买他的廉价的能源 这个是他过去的生存的 他的这个优势 但是未来 对吧 这个世界各国 跑马圈地的结果是什么 那就是世界各国 一定要拿货币 就是各国自己的货币 出来说话 那么这个时候 对于欧洲来说的话 他的欧元 一定要去跟阿拉伯 世界的人交换 或者跟人民币进行交换 因为他将来 就是在新增长点在哪 一定在北非 在西亚这块 而且沙特你也看见了 要能那个新所谓未来城 将来俄国就是边缘 他将来真正的未来 就是一个边缘化 所以欧洲人 他有钱 他不会到东欧去投资 他不会到这个 这个他们那方向去投资 他们有钱 他一定是去哪投资 他一定去这个非洲 是吧 去西亚那边投资 他玩地中海了 他只要跑 把圈地跑中地中海 就OK了 所以将来东欧平原 打这场仗之后 双方结了这个死结 然后呢 这个西方这些政客呢 逼着这些企业家 非得去这个 跟西亚合作 对吧 就跑到西亚那边去玩 这个是他们的未来方向 这是一点 第二点的话呢 将来美国衰败之后 对吧 朝鲜那块的话呢 也会这个 这个寻求和解 那么那样一来的话呢 俄朝韩日中 是吧 这个五额的话呢 就会形成东北亚的 这个势力网 那这个势力网的话呢 他就会在这做这个生意 也就是未来的重心 欧洲的重心 将会移向这个西亚 中国的重心 在东北这块 会形成这个东北亚 而且日本人 韩国人 也一定会去远东行投资 所以将来远东投资 不一定只来自于中国 还会来自于韩国和日本 对吧 将来他们也在这块跑马圈地 因为他们也要跑马圈地去玩这个游戏 对吧 他们而且日韩也需要俄国的这个能源和资源 所以未来东欧平原上千百年来 作为他重点的这个格局的时代即将过去 地缘政治将发生再一次的偏转 这个偏转完成之后的话 那么这个整个的中亚 而不是这个西亚又将成为核心 大家都会到中西亚那块去做生意 西亚成为连接欧亚大陆的一个 一个大陆桥 作为一个这个这个世界贸易的这么一个中心点 人家既有海洋 对吧 这个阿拉伯海通洪海 波斯湾又有这个铁路 对吧 纵观这个大铁路的这个纵观线 这些东西都有 将来这是西亚要人口要市场要发展全都有 而俄国将来一定是边缘化的 他一旦边缘化他就只能发展远东 他发展到远东之后 那些亲中派的人一定会崛起 所以接下来就是三派来争斗 亲欧亲俄亲中三派在争 将来你现在不管你怎么压 一旦这个远东这块的资源起来 那么你必然选择亲中 你不选择亲中的话 你没有这个亲中背景和亲中理论的话 到时候远东的那些人 他本身就会选择亲中 为什么呢 将来亲中要的不是说亲中国 是远东的势力要的政策偏移 那个时候如果你亲欧派和这个 这个俄国本土派一定要强力打压他们 那个时候他们这个西伯利亚这代的人 他们就会这个先起来这个 这个这个撞天区 他们就说我们是被流放的人 没有吗 就是今天我们等了千百年 对吧我们我们这个被流放的这群人的后代 终于等到发展的机会了 知道吧 这个东欧的平原里的老爷们不让我们发展 那个时候他们就一定要祸起萧强 就一定要反 所以亲中不是远东的人有多爱中国人 是亲中的远东的人一定要要这个发展权 你发展权给 OK他们的势力越来越大 而且势力越做越大 你发展权不给他们就说他们是这个罪犯 他们为这个俄国流了血付出了代价付出这么多的东西到今天发展权你不给那怎么样了老子烦了 那个时候你到了那个时候你还有能力吗 你还有能力控制这个 OK好好好 好好好我再问你两个问题啊 问你两个问题今天这个事就结束 问你两个问题 首先一个呢你说俄罗斯这块是所谓的边缘 但是我呢有不同的意见 我认为俄罗斯这块呢 它既不是边缘也不是重心 它在边缘和重心之间呢 中心之间呢它徘徊着 这个东西呢有一个东西就是啥呢 你说发展远东它依靠着中国依靠着日韩 我说你说的日韩是解决掉美国这个问题之后的日本韩国 我没我没说错是吧 即便不解决掉它没会往这边偏 你看包括日本现在 你说的很对你说的很对那好 对啊那哈哈林的那个 我现在要问你我现在要问你问题 北极航线对俄罗斯有多大的影响 你北极航线的起点也得是在远东那边啊 你它这个航线它也是要占一环啊 对啊但是北极航线你要知道北极航线和全球变暖 这个东西是这个东西是这这东西一回事 北极航线这边有加拿大这边 比如说加拿大北部的 印尼维克也好啊 还是卡特鲁克特克这些地方 它会建港 这可能是我们十年之后会看到的事情 俄罗斯这边呢它也会 它也会比如说俄罗斯东部有几个港 比如说弗拉迪沃斯多克呀 尼古拉耶夫斯科呀 包括马加丹 包括马加丹 马加丹这个港比较浅 再加上什么看上加半岛这边的啊 就是养熊那个地方啊 然后超过超过白脸海峡 它这个其实这条航线是比走另外一条航线要近很多 那就是说俄罗斯正好围绕着北极航线 就未来的北极航线 那等于说俄罗斯可以说又回到了某种程度上的一种重心 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呢 如果你要是真走就是说一带一路 或者走这个铁路连运的话 现在就是说现在来说最安全最捷径的 就是走俄罗斯这条铁路 你可以走中亚 你可以走中亚 但是中亚这边铁路还没有完全建设好 你当你要完全建设好 最起码还有十年时间 最起码还有十年时间 或者或者十五年时间 这个东西是以后的事情 但是这个东西是什么 就是你还是要走俄罗斯 就无论你在现在未来十几年这个发展也好 或者将来很多年之后的北极航线也好 那俄罗斯依旧是在这个说某种程度上讲世界的重心 它是不是说世界增长点 它肯定不是 它是不是就是说 它是不是就是说那个什么 它是不是就是说未来的一种一种向往 投资的第一向往应该也不是 但是它是不是就是说全球 你说它资源也好 全球这种物资分配也好 它这个 它这个就是说整个的航线围绕着它也好 那这个绝对是重点 那你这个东西你怎么反驳 你这个东西 你这个建议啊 说的很好 但是唯独呢 有一个缺陷 如果这场战争不打 一切的问题都OK 这个战争只要一打 这个游戏全部爆炊 为什么呢 就是这么讲 欧洲人为什么一定要扼杀死毛子 为什么一定要去打压毛子 就是因为他们其实内心当中非常害怕毛子 就是他们觉得毛子是一个不可沟通者 毛子强了 毛子一定要出来闹事 毛子弱了 是吧 咱现在趁着机会就打他 所以现在说白了就是 等了这么长时间 大家等着这个机会 欧亚大陆的这个合作 这个方向都已经都做好了 就像你说这些东西都准备好了 然而你在你内部 对吧 仍然叫叫长着 就你普京仍然弹压不住 这个所谓的北约东扩 其实就是一个假话题 对吧 北国马上就不行了 这个北约东扩有什么用 所以说白了就是 你不打这场仗 大家的合作 大家的资金 大家的钱都会进去 对吧 都会玩 你接下来都能玩 你这个仗一打 双方世仇一结 对吧 而且你接下来 你说这个 你能投这个资 那将来 谁说话算呢 你普京的这个能力下去了 对吧 你普京的记忆者 有能力搞定这个 这个北极航线 这些老乡村吗 就这么讲 就是我跟你搞 付出的代价很高 我得到收益不明确 我跟西亚 跟这个非洲搞 那都是方兴未爱 大家都等着发展的 那非洲人 嗷嗷待不 等着发展 对不对 这西亚人也等着这个 这个发展 他们都在等着发展 我踏实去他那投资 对吧 我欧洲人到那 我还强势一点 对吧 那非洲人还怕我一点 我到你那 我都成杀猪盘 是不是 我跟你这搞 搞好了 是吧 也占不着太多便宜 搞不好 给你搞起来 而且这么说吧 我再给你搞起来 你又出来咬我们 那我搞你干嘛 我踏实跟阿拉伯人 谈不好吗 其实你也知道 从历史的文化传统来看 对吧 为什么后来会爆发 这个冲突 这个什么 实际上是突厥化的人 也就是奥斯曼人 他阻止了 这个朝进贸易 和这些东西 他非要强迫收这个 这个战 阿拉伯人 那是踏踏实实 跟欧洲人 做朝进贸易的 否则也没有 这个地中海这些小国 这个崛起了 阿拉伯人 非洲人 跟欧洲人 三方是做稳定生意的 这么讲 毛子是一个 不稳定因素 毛子就是这么说吧 就是说白了 欧洲人看了千百年来 现在等这个机会 你还是没变 你还是你那个老玩意儿 对吧 我不跟你做生意 我踏实去那边了 就这么讲 等等 好 你听我说 好 你毛子 你可以说欧洲人 想把毛子捏了 对吧 咱这么说啊 中文人跟毛子 这种爱恨情仇 都多少年了 你可以说 欧洲人觉得 不信任毛子 但是欧洲人 到了最危难的时候 他还是要靠着毛子的 最近 最近两百年 你也看着了 1816年 这个拿破仑 这个事 1812年 1816年 拿破仑这个事 你没有杀了 你能解决掉了 第二个 1944年 1941年 一到1945年 这苏联这个事 你没有这苏联 你在欧洲 你还想赢 你看着美国 你想赢 疯了你啊 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 欧洲人始终 跟这个毛子 有着爱恨情仇 无论是 你看着拿破仑 这事结束之后 又整了什么 土战争啊 又整什么 整什么克里米亚战争啊 甚至英国 在1905年的时候 还跟日本 暗通团取 把俄罗斯 给胖揍了一顿 然后1907年 马上 英俄就协约了 闹着玩的你这是 修吉尔昨天还说 我要制裁苏联 我要整死苏联 第二天 马上跟苏联那什么 跟苏联联盟啊 大家靠的是什么 大家靠的不是感情啊 大家靠的不是说 我历史的渊源 这个东西 大家靠的是利益啊 如果咱这么说 咱这么说 欧洲这边也好 欧洲这边 你说你再想从中东 拿这个什么 拿这个石油天然气 你可以签这个意向协议 我可以告诉你 俄罗斯这边的仗结束之后 你就把管道破坏了 到时候他也能把管道 给你修上 因为他离着近 因为他安全 明白啥意思吗 这个东西是什么 俄乌战争 它只是一个短时间的事 我们管不了啥呢 叫short term short view 这个东西 短时间的事 北极航线这个东西 一带一路 这个东西 可以是中期的事 北极航线 这是一个长期的东西 你不能拿一个短期的东西 把它变成一个 永久性的 那么一个态势 就似乎 俄乌战争 这一仗打起来了 整个中期 全都扭转了 不是这回事 这个只不过 历史上的一个小插曲 这个只不过 就是我们看到的 一个很短的 那么一个东西 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就北极航线 你听说过没有 一带一路 远东方案 或者一带一路 北美方案 这个东西 还不是中国 先提出来的 这个东西是 2013年 美国这边 先提出来 因为美国这边 搞了一个纪录片 CNN呢 CNN搞了一个纪录片 叫 叫丝绸之路 昨天 今天和明天 就是 他是怎么说的呢 就是说 将来有没有 这么一种可能 在发展了远东之后 远东的铁路 沿着白陵海峡 或者沿着哪的 从白陵海峡 这边过来 直接两张 插搭拉斯加这边来 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 你说 首先呢 这个呢 就很好 因为为什么我要说 接下来就高斯东化 这个事呢 它是跟那个 非常息息相关的 过去的市场需求呢 就跟那个比较优势 它玩的是一样的 对吧 我有一个什么需求 你有一个什么产品 咱们交换 对吧 咱们交易 这是过去的这个思维 对吧 没错吧 但是未来的思维呢 不是这样的 未来思维是用这个 这个需求去创造市场 对吧 什么意思呢 就是未来高斯文化一来 这些第一 就是这些拥有高斯文化 生产的这些国家 它必须要把货卖出去 它卖给谁 它一定要卖给那些 能创造市场的人 对吧 说白创造需求的人 为什么我说呢 未来他们一定要去搞地中海 因为地中海人多 是吧 他们发展慢 他们没有发展起来 也就是说 对于欧洲人来说 只要地中海发展起来 对吧 他靠着这个非洲的人口 靠着这个西亚的这个人口 他的这个需求 加上他这个能源的这个 这个交易 就是他们买他们的能源 买他们的产品 基础原材料 让他们买他的工业制品 低中高的产品卖给他 这是他们将来的一个循环 这个循环 西亚人加北非 这个东西呢 他的这个人口数量 和这个人口潜力 要比这个这个俄国大得多 因为这个东西 咱也讲这个道理 也不能说完全绝对 不跟俄国人做生意 这个肯定是不可能的 但是人家的重心 只要一贪薄 只要一偏移 将来人家往别的地方 一发展 你俄国靠着这个偏移 所带来的这个利润 和这个能力 你没有资格去参加 这个竞争 而且这个竞争将来 会越来越恐怖 对吧 这就是我想的三部曲嘛 第一部是高自文化 第二部量子计算机 第三部就是宇宙时代了 也就是说到了第二部 等更加先进的 这个计算能力出来之后 科技的跃升 和科技速度 发展速度会越来越快 那这个速度 发展起来的话 俄国根本就追不上了 那个时候 就其实已经被淘汰了 就不要说第三部 我现在要问你 我现在要问你 这个问题就是说 你认为高自动化 得发展到一个什么程度 就是说 我个人觉得啥呢 高自动化这个东西 会不会来 它会来 我们管叫automation 这个东西它会来 但是它也会 取代一部分工作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风险 这个风险是跟国家安全 息息相关的 如果我们现在 没有主权国家了 不需要主权国家了 世界大同了 你随便高自动化 怎么着都行 但是我们毕竟 在这个主权国家 这个我们管叫范畴之内 我们毕竟在这个 国与国竞争的范畴之内 如果你 你如果假设一个国家 实现了高自动化 取代了很多工作 或者取代了大部分工作 使得呢 这个国家的国民 它对工业化的appreciation 它对工业化的 这种生产能力 就退化了 这个时候战争爆发了 我在第一个回合 我把你高自动化 生产全给废了 你一夜之间 回到了哪 回到了原始社会 那这个东西 是你想要的吗 说 这个东西是这样的 首先高自动化的月升 就跟工业化是一样的 你有工业化的国家 工业能力 工业潜力 工业生产能力 和你没有工业化的国家 是完全不一样的 未来高自动化 不仅会出现在工业 还会出现在战争领域 对吧 你无人战术 无人的这些东西一上来 你有人的这个东西 根本就打不过 就好像你这个拿着骑兵 是吧 波兰的骑兵 跟德国坦克冲击是一样的 是吧 谁有这个高自动化 就这么讲 高自动化 它真正可怕的 不是它的高生产力 而是它把低端生产力 给拿回来 就是任何国家 需要走振兴的话 都需要走工业化的道路 然后从低工业化 中工业化 高工业化 是吧 低智能 低产业 中产业 高产业 一步一步往上攀登 对于这些高自动化 国家来说 它一旦垄断了 它通过高自动化 垄断了这个低 这个低端的这个产品之后的话 它就扼杀了别人 走工业化的这个趋势 以后你只能走 高污染高耗能的这个产业 任何和工业化 集中那个生产 去赚别人的钱的这个东西 就都没有了 就断绝了 所以未来真正可怕 可怕在这 这个路你如果判断不上去的话 你跟不上去的话 等人家这个东西一到来 人家全是无人机 无人战士 这个东西 你拿有人的力量 跟无人化打了 你根本就打不过去 那真的就是 你骑鸣跟坦克打了 你打得点了 咱这么说 你俄国人 当然他有他的核武器 是吧 他可以这个 直接就摧毁对方 但是那别人也有啊 那法国人也有啊 你要真到了极眼的时候 双方对着毁灭的话 你俄国人 你也不会使 是吧 有核国家 这么讲 高自动化 拥有的这个能力国家 欧盟 他虽然说他衰败了 但是法国多多少少 人也是有核的 大家都有核 没有人会同意核武器的使用 所以就会退回到 这个常规战争 常规战争 别人高自动化完成了 这个工业能力 生产能力 一下跃升一个大的台阶 你这个台阶 你现在就跟不上 你还别说 你跟人家工业台阶 生产之后了 你怎么一切再摧毁了 关键现在问题是这个 如果你要看俄乌战争的话 俄乌战争 你觉得它是 它现在这个水平 给我一个感觉 就是70年代 80年代 这种就是说 还没有到这种 信息化时代 这种东西战争 但是我们现在 发现的问题是什么呢 你看看欧美 这些年搞这些 去工业化 后现代这些东西 使得什么 它这个整个 整个这个 这个北美这边 就是北约这头 它已经就是说 生产能力 已经不如俄罗斯了 那你生产能力 不如俄罗斯了 你当年吹的这些现代化 吹的这些 这些东西 你怎么回事 你欧美 你吹这些玩意 你现在打不了现代战争 现在全世界就有一个国家 可以打现代战争 因为人家有工业体系 你那是玩的你 所以我这里边 说的问题是什么 你刚才所说的 这个全自动化 高自动化 这个东西 你是把它当成一个 就是说 它发展到最好的 这种境界 就是用想象的境界 赛博朋克的境界 但是我这个 我认为呢 不会发展到这个境界 不会有什么说 全是机器人 站着扛着枪上去 不是这个 这个东西是啥呢 它这个高自动化 会替代一部分工作 但是会不会达到 像你说的那种情况呢 不会 恰恰是因为这个不会 会发生什么事呢 我们还需要一些 原有的 常规的这些东西 来与这个高自动化 性配套 当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 就我们现在聊的东西 都是未来 都是speculation 都是这种 就是说猜测的 你猜测的东西 就是说 你的 这种就是说 就是非常就是说 非常就是说optimism 就是非常就是说 怎么说呢 看得非常看好的 我这是啥呢 我这是说这个东西 它可以存在 它可以有 但是它不会就是说 发展到像你说的这个情况 正因为不会发展到 你这个情况 我们还需要常规的东西 正在运作 这样一来呢 如果你这个国家 完全的被高自动化 支配了之后 你的这个工业 就是个人的这个角度 工业的这个生产能力 因为你别忘了 工业是什么 是技术 同时更重要的 工业是传承 你看看美国的造船业 你也看着了 美国现在的造船厂 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 它工人短缺 很多零件的生产不出来 美国生产军舰 还要从中国来进口 这个零退件 干嘛呀这是 这一打仗都出现问题了 就是说 美国现在失去了 这个就是说 它这个工业的传承 工业它是一种传承 它也是一种技术 这个东西是啥呢 高速动画 很容易就是啥呢 把自己的工业传承 给你废掉 废掉了之后 只要一打仗 把你这个基础一毁掉 就不好办了 比如说 我现在手头 我这机器人叫ChatGPT 但是ChatGPT 我一下 哎 断电了 断电了怎么办 我说ChatGPT 告诉我 告诉我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断电了 它没法用了 你说你这咋整 然后呢 我的语言能力 现在退化了 我不知道咋写东西了 你说你这怎么整 我现在就是说 不是说 我担心的东西 这不是我担心的东西 这是什么 高自动化 人工智能 和这个国家安全 你这个东西怎么匹配 你这个东西怎么匹配 我个人觉得是啥呢 就是说 你所向往的这个东西 完全的自动化 这个达不到 达不到 而且呢 而且是什么呢 我认为这个东西呢 我是更合理的 正因为这样更合理的 像这样的俄罗斯 这样的国家 虽然现在 它的技术落后一些 虽然它现在 有种种的原因 它制约了它的发展 但是呢 在未来的这个 多极化的世界当中呢 虽然它不是一个 世界的重心了 不是一个世界 发展的重心了 可能不是一个 世界投资的重心了 它依旧可以在世界上 有一个举度轻重的地位 你怎么看 首先啊 这个世界是这样的 中国呢 现在最大的问题呢 是这个很多人呢 这个中国有实力 但是没有与之相配的地位 对吧 说白了 就中国的功能 已经非常非常强了 但是大家不认为 中国实力很强 但如果你把中国 这个要素全都拿掉 你再看这个世界的话 你会发现美国也好 欧洲也好 它其实发展的并不慢 它只是跟中国比 它跟中国比 它已经瘫痪在床 但是它跟那些亚非拉比 它还仍然跑步 跑得非常快 对吧 人家还剑步如飞呢 是吧 不说像保尔特似的 是吧 起码人家剑步如飞 对吧 首先 德国人提出工业 这个4.0 对吧 这个东西是人家提出来的 对吧 而且呢 一直在提这些 这个高增化的一些东西 包括美国人 什么的 他们也都在提 只是呢 这个中国的发展速度太快了 完全超乎他们的想象 就是你拿参照物 跟他们比 是吧 那他们肯定是比不了 但是如果你拿这个参照物 跟亚非拉 甚至拿俄国跟他们比 那俄国跟他们又都比不了 对吧 而且咱们讲一个实话 高增化的到来 是未来必然的趋势 但是同时 在历史当中 你也发现 对吧 当这个 这个改进了这个织布机 发展的时候 那个时候 在初期的时候 对吧 织布技术 纺织业的机械化纺织业 它是不如土布的 这个是一个事实 但是到了第二次 鸭片战争之后 进一步改造之后 是吧 纺织业的能力 马上就起来了 所以高自动化的到来 它不是一个一蹴而就 或者马上就到来的东西 这个肯定没问题 但是未来 二十年到三十年之后 它的到来 也是必然要到来的 这么说吧 这个浪潮 这个高峰 是一个山峰 谁能攀单上去 谁有未来 谁攀不上去 谁没有未来 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看 如果你把中国这个要素去掉 对吧 如果单纯的去看欧洲 在欧洲的这个小气候上 在这个气候上去比的话 俄国人走在今天 基本上已经是一个 半淘汰的状态 所以它跟欧洲比 现在跟比不了 等欧洲人掌握了 这个自动化技术之后 它即便是 比如说它三十年 四十年能掌握这个东西 对吧 它不管怎么样 它一定会掌握 当它掌握之后 它就会把低端制造业 这些东西全都拿回去 那个时候 它的生产力的跃升 就是往前走 而那个时候 你俄国能不能追得上 那那是关键的问题 对吧 跟中国他们都不要比了 但是他们在 他们自己的气候里 他们不能比了 卧槽 欧洲 欧洲掌握高自动化是吗 你这个你对欧洲 这个也太乐观了点 不是 这么讲 人工站 不不不 高自动化是一座山 你爬的快 你要爬 你爬的不快 你也要爬 但是亚非拉的很多国家 没资格爬 这是悉数现实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是什么 你说的是20年30年 甚至40年的时间 但是20年30年40年的时间 世界的变化 那是错动复杂的 你想你想一想 比如说现在啊 我正在读一个 一个杂志 这个杂志已经到了 到了我手里了 就是外交事务 外交事务 Foreign Affairs 在一个外交事务 投版五篇文章 讲乌战争 讲乌战争 论述一大堆 这八道事 天花乱坠的 结果瓦格纳 那出现这个事之后 我可以正宗地告诉你 这五篇文章全废 我说的是什么意思 我们今天所展望的东西 我们今天所聊俄罗斯的未来 我们今天所聊的这些 高自动化 这些我们的speculation 它这个东西基于什么呢 基于一个相对平稳 发展规律的 但是你这个东西 就是说我们在经历 这个世界的事件当中 它的变化是非常多的 我们所想的东西呢 只是说变化当中的一种 当你说的变化当中的一种呢 我们可能会想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合理的 我认为是什么呢 就是说高自动化会不会来 肯定会 会在某些阶段 会在某些阶层 它肯定会来 会在某些领域 它肯定会有 能不能全覆盖 这个东西我是存疑的 应不应该全覆盖 这个我更是存疑的 为什么 因为你别忘了 当它完全替代了这个东西 替代了一些工作的时候 它会产生一种东西叫社会动荡 它会产生一种东西叫社会伦理 包括美国现在这个问题 就是美国明年大选了 你查GPT这些东西 你想干什么 就这些东西 可以影响到美国的大选 那这个东西就是说 我们是不是应该立法 把这个AI这个东西给它杀 但是这个不是现在的话题 这是以后的话题 这以后咱们可以聊 但是今天咱们聊俄罗斯的未来 我想总结的东西就是说 这次瓦克纳事件 普京处理的呢 相对来说呢 还是完美一些的 它避免了俄罗斯的很多损失 展望一下 就是未来体洲的一个战争呢 美国这边呢 可能会呢什么 可能会在乌克兰方向推一波 推一波呢 然后看看情况 试探性的进攻是有可能的 美国这边呢 也开始讨论 就是说俄罗斯是不是 他们想象的这种 马上陷入混乱 马上陷入混乱 俄罗斯 美国其实这边也很害怕 为什么呢 因为它害怕这个东西 就是核武器 核不破散 核泄漏的问题 如果这个东西 那就超过了俄乌战争的范畴 当它这个东西 超过了俄乌战争的范畴 想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美国自己可是解决不了 所以呢 就是说美国这边呢 我们也要看 另外俄罗斯的未来 我不认为俄罗斯的未来 是非常非常惨的 但是俄罗斯有没有可能被边缘化 有可能被边缘化 但是我还是那个问题就是 当北极航线也好 当这个我们之后 之后发展这个方向也好 就是说俄罗斯 它有它的地位 它有它的位置 它的位置不是说 世界增长的重心 它的位置也不是 世界投资的重心 但是它彻不彻底 完全边缘化 肯定不会 这就是我的结论 你说 首先呢 这个高增化这块呢 欧洲现在有两个选手 一个是德国 一个是法国 是吧 不管这两个选手 谁能冲得上去 对吧 那起码呢 他要冲 虽然说呢 回处赛跑 是一个民间谚语 是吧 最后呢 这个中国人也不会做这个乌龟 但是不管怎么样呢 兔子呢 他跑得比那帮人都快 这两个选手 只要有一个冲上去了 那他们之后就OK了 你包括英国人 虽然说现在 拖着轮椅 是吧 打着吊平 他们也有可能往上冲 起码这三个国家 它是有一定机会的 对吧 但是英国人 你说不灵 他把法国和德国 起码他相对来说 有一定机会 这个我觉得 首先没有问题 俄国这个事呢 完成之后的话呢 就是未来 为什么是我说这个东西 没有问题呢 因为二年之后的话 战后婴儿潮就都该死了 就都该老去该死了 就是我父母这一代人都老了 对吧 你想我父母也60岁了 将来再过20年之后 他已经80了 这个时候 欧洲各国的工业人口 以及欧洲各国的这个工业的这个能力 就跟日本人是一样的 他必然他们都面临这个问题 那个时候 用高速化解决就业问题 制造更多的生产力 制造社会的这个红利 这个恰恰成为一个 解决社会危机 解决社会矛盾的一个根本 对吧 工厂需要年轻劳动力 没有年轻劳动力 对吧 从哪来 从高速化来 以后更少的人 培养更多的这个高知人才 这些高知人才 解决高生产力 然后亚非拉的人疯狂去生 他们节制不了 就没有这个 亚生育这个能力 对吧 他们就疯狂的生 他们的会产生基础需求 然后那些时候呢 欧洲那些人呢 他们利用这个高速化呢 他们就能养活他们 这就是未来的趋势 俄国呢 接下来这个 这个局面能不能够维持 关键要看 接下来这个军改 就这一次战争完了之后的 这个薛藩能不能够进程的完成 但是现在从我的角来看的话 我基本认为 是吧 只能向老乡生进行赎买 老乡生呢 他不会在现在发作 他不会在现在跟这个普京较劲 他一定是什么呢 等普京 这个结束了之后 他们发作 那个时候能不能阻止 才是关键 现在没有人造反 现在造反是先出头的 船子先烂 但并不代表着 在之后 他们不会这个发动 所以这个才是 俄国真正 最未来最深刻的危机 对吧 我还是讲这个话 一个社会 它这个文化 到底起什么作用 就是大家如何联盟 你没有一个 这个大一统的思想 你没有一个完成的 这个整个的 这个官僚体系的 这个构建 你没有进行深刻的变法 和深刻的革命 那么为了利益分配 他们必然寻求 旧制度和旧文明的 这个分配方案 到了那个时候的话 整个沙俄这套玩法 就却会卷土重来 老乡生 怀乡团 他们也就重来了 所以你想否认 我这个东西很简单 你就只需要回答一个问题 就是到底谁能够 接过美国的大旗 继续维持这个 这个西方社会的 快速发展 就可以了 你说没有人能 接过大旗 那么跑马圈地的 时代一来 混沌的时代一来 那么解决 混沌的办法 就是老方法 老方法 这个就是未来 我就这么看 好了 今天我们聊了 总结瓦巴纳事件 同时呢 我们也聊了 未来 几周之内 俄罗斯可能发生的问题 以及 展望俄罗斯的未来 好了 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 我们感谢 我们的博通先生 跟我们连线 喜欢大野猫节目呢 别忘了点赞 评论转发 没订阅的 请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 好吧 今天这一集呢 就这里 谢谢收看 谢谢大家